接下來我們看到我們的第一個立體 攝氏20度相當於華氏幾度 這當然有公式可以帶 我們不要帶公式 我們用的是比例相同 我們用同一個溫度計去測量 那個溢柱在那邊上上下下 這個變化是一樣的 比例相同 來 同樣一個溢柱 左邊 0度C 100度C 我現在20度C 右邊 32度F 212度F 現在X度F 所以全部有這麼多 我佔這麼多 這個溢柱的比例是這樣 同一個溢柱 所以全部有這麼多 我佔這麼多 這兩個比例是會一樣的 所以左邊全部100-0 我佔20-0 右邊全部212-32 我佔X-32 所以這個比例是相同的 然後接著就是數學 數學做運算 你就會算出來 它答案是68度F 所以20度C相當於68度F 就是我們的練習 立體跟各位講解 比例相同 那麼接著就換各位 來做過看看 它多少 第一種叫做自定溫標 我自己說 凝固點是20K 費點是180K 那請問你60K是攝氏幾度 這是一個題目 這是自定溫標 自定溫標 來 停車站借問 他在嗎 13 不在 32 起立嗎 你剛剛都不用再理我 來請你 來 多少 他說20 25還是20 25 請說 一樣 比例相同 全部呢 杜希是全部100-0 我有不知道-0 右邊K呢 全部180-20 我有60-20 這兩個是同一個溫柱的變化 所以它的比例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寫上比例相同 全部100-0 我有Y-0 全部180-20 我有60-20 這兩個比例一樣 然後後面又是數學 請好好的做運算 答案就會出來 叫做25度C 這是自定溫標 下一題就是我們的實驗 我們當初八年級做的實驗 做個自製溫度計的實驗 刻畫幾公分幾公分的那個 考試就考這種 制定溫標或者是 這個幾公升幾公分的 基本上沒有人考華氏換攝氏 攝氏換華氏 所以背的公式也沒什麼用處 請問你20度C的時候高出2公分 80度C的時候高出20公分 那30度C會高出幾公分 當然也可以考你說 如果高出16公分是幾度 那也是一種考法 只是位之數不一樣而已 那請問你這樣子會高出幾公分呢 現在換女生了是嗎 找到女生 這是女生嗎 4 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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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8 7 7 8 7 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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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